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云铭,继续给大家播讲大时代国民政府人物列传,我们继续来讲南天王陈济棠。 我们上次讲了陈济棠是如何崛起的,他要给广东的建设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那么这一集呢,我给大家讲一下陈济棠是如何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 陈济棠他作为南天王,在对付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态度上和其他的地方军阀都比较相像,就是说他不允许共产党的组织和势力渗透到他的辖区之内,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在他辖区外部,那么陈济棠也是以防为主。 就是不让你进来,但是我也不主动攻击你,同时在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做生意。 这是陈济棠和当时中国共产党组织以及当时中国共产党所率领的武装力量红军关系的一个特点。 我先来讲一讲陈济棠是如何防止中国共产党在他的辖区内发展组织和势力的。 因为广东是大革命时期的根据地,有着非常深厚的革命基础,尤其是共产党组织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广东民众中有了基础和广泛的政治影响。 所以陈济棠要想巩固他对广东的控制和管辖,他一定要加强清除共产党组织在广东民众中的影响。 所以他一上任就部署了广东各地的军政警线部门,加强侦察机构,一旦发现有共产党组织或共产党人,以致同情共产党的革命队就立即逮捕或镇压。 在他的部署下,广州市的县兵司令林世青派人加紧搜查,追捕共产党人并下了通缉令,他通缉令这么显,如果拘捕或审核确实共产党人者,讲给基础人员200人。 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各地的军警线人员四处的搜捕革命统治。 在1月29年3月4日,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梁祖怡在广州黄华港被害。 7月份,中共广东省委后部常委、省委巡视员黄学增在海南岛海口福音医院被捕,月底就被杀害在海口的红寒坡,十年仅29岁。 10月份,中共广州特委书记黄才,组织委员陈唐,宣传委员谭芬,在广州市内开展革命活动。 很快,广州的共产党组织就遭到破坏,一些同日牺牲。 1930年3月,在博色起义中做出重大贡献的曾经担任红八军军长的共产党员于作玉,离开广西,到香港与共产党组织联系。 广州的特务侦查到他的行踪,安排叛徒设下诱谱的圈套,于作玉误误与叛徒联系被逮捕,玄济被押到深圳,由陈济堂的针织队转押到广州。 那么于作玉当时写下了绝笔诗,其中是诗句这么说的,十载英明,易自卫,一枪热血,起徒流。 这是他的绝笔诗,同年9月6日,他在黄华岗被杀害。 1930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派杜世哲到广州重建中共广州市委,以杜世哲为书记。 六位上旬,市委的地下机关就被包围,杜世哲和市委委员陈新宇,赖传谣,王碧辉被捕,7月1日被杀害。 同年下,省委派姚长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很快市委再遭破坏。 而中共广东省委机关设在香港,那么陈继堂也部署广东军警公安部门人员与香港当局联系,派出密探和侦探,四处搜查逮捕共产党人。 1931年,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蔡和森,就是在香港被顾顺章出卖,被抓捕之后引渡回了广东,被陈继堂命令手下残酷地杀害于狱中。 1931年1月,由于省委的交通员被捕叛变,设在香港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省委及所属机关先后被破坏。 其中有南方局兼省委的无线电报处,南方军区参谋处,省委宣传部,组织部,秘书处等等,一大批的部门多达17处都被破坏。 被捕人员中有广东省委委员江慧芳,南方局委员宣传部长兼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委农委副书记林道文,南方局委员兼省委委员陈顺仪,曾任省委副书记当时任南方局职委委委员的卢永志,南方局军区秘书长兼省委秘书长杨建英,省户纪会主席陈应权,南方军区委员兼参谋长陈德新,青年团广东省委秘书长, 林俊良,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张基,省委巡察员马文晃,红十一军参谋长严凤仪,省委西江巡视员张杜生,第红七军参谋长傅亮,多达50多人被捕,而这些被捕人员有些被引渡到广州,坐牢后释放,有些被杀害。 那么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林道文在这一年夏天被抢杀,1931年5月25日,陈济堂和李宗人等在广州联名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下野。 那么在返奖的同时,陈济堂并没有放松镇压共产党,相反,他更加的加紧镇压辖区内共产党组织。 193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在香港被捕,被引渡回广州,8月4号壮烈牺牲。 这个就是蔡赫森。 8月13日,中共军委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李硕勋在海口被捕,9月16日,被陈济堂批准在海口遇害。 也是在这一年,中共广州市委代理书记罗某某,这个时候只能说某某,因为他的真实的姓名已经无从考证了,在纪念广州起义的时候被捕,广州市委再遭破坏。 1932年春,曾任中共广东省肃反委员会秘书长兼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的潘兆兰在市内的黄豪岗就议。 2月份,中共东江特委委员徐玛在汕头就议。 1932年3月16日,因为省委委员廖玉通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巡视员梁广省委书记陆庚夫,省委秘书长黄文燦,副委余, 余一梦,中共广州特职书记杨红章等人在香港被捕。 关于监狱中,后来经过中共中央和省委的营救,通过香港呼机会花了一笔款项,将他们保释出狱。 5月6日,陆公夫等人在香港乘坐轮船赴上海,结果广东当局的特务在陈济堂的指令下,与香港当局串通,派侦探随船钉梢,轮船到了上海。 陆公夫等人再次被广东的特务侦探逮捕,被押回广州。 7月15日,陆公夫等人壮烈牺牲于广州的东郊。 1932年8月,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陈富,中共当时的广州市委宣传部长,在室内开展革命活动。 有人向陈济堂报告了这个情况,那么当时陈济堂表面上说,说陈富的父亲陈树仁,腾认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是国民党元老,素有往来,是友好,不要伤害他的儿子。 但另一方面,他又布置警察侦探,侦查陈富的行踪,加以侦视,特别是对陈富在东山的住宅严密监视。 8月10日下午1时,陈富外出工作,被侦探跟踪,当他下公共汽车的时候,被特务逮捕。 在狱中陈富坚真不屈,拒不泄露党的机密,那么就被侦察长谢子光压到当时的惩戒厂秘密枪杀,事后再转告给了陈济堂。 没有陈济堂的默许,他的手下不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敢把陈富秘密杀害。 1932年11月,中共两广省委书记潘红坡在香港被捕判变,使中共两广省委、青年团、广东省委和香港市委接连遭到破坏。 中共两广临时工作委员会兼宣传部长陈允才,省委组织部长陈滕胜等20余人被捕。 1933年的时候,鉴于当时中共两广省委和香港市委,接二连三地遭到破坏,由共青团、广东省委、负责人陈映彤、任英和香港市委的林德龙等开会,决定重组两广临时工作委员会。 那么这一年的4月,在两广临委的领导下,一些革命的文化团体相继成立。 在广州,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宣布建立,以何干之为书记,共产党员温胜光任宣传部长,谭国标任组织部长。 那么文总当时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广州分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盟,中国戏剧家联盟广州分盟,中国戏剧家联盟广州分盟,这些文化组织。 那么他的领导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开展的是抗日救亡运动。 1934年1月28日,文总下属的抗日剧社在中山大学复晓礼堂公演话剧,在西登休息,长年休息的时候,那么就散发了反对国民党反对派和号召抗日的传单,结果就被侦探发现了。 4月30日晚上,文总的主要成员温盛光、谭国彪、郑挺秀、何人堂等60余人先后被侮,虽然部分人得到了释放,但是8月1日下午3时,其中重要的共产党员领导人温盛光、谭国彪、郑挺秀、何人堂等6位同志被杀害。 1934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梁广林委改组为香港工作委员会,以林德龙为书记,继续领导南越各地党组织开展斗争。 8月份香港工作委员会改组,以郑怀昌为书记,不久由于广东当局与香港当局的勾结,香港工委被破坏,郑怀昌被捕,壮烈牺牲,从此广东党的领导机关遭破坏。 但是分散在广东各地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以不同的方式坚持着革命斗争。 从这些记录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广东的中国共产党员不屈不挠,前不后继,在同志们的鲜血中,一次一次的再次挺身而起。 这种精神值得钦佩,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陈纪唐在镇压广东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发展的时候,是不遗余力,并且双手沾满了灵灵的鲜血。 那与对于内部的地下党组织的发展,陈纪唐采取了残酷的手段, 那么对外,对红军,无论是他境内的红军力量,还是说在他北面向广东压来的中央红军苏区,陈纪唐也是不遗余力的进行清剿,以及严防。 那么对于广东境内的红军来说,举一个例子,就是海南岛穷崖根据地。 一说起海南岛的红军,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红色娘子军。 我们看红色娘子军的时候,看见红色娘子军发展迅速,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大力支持。 但实际上,琼阳红军第一次遭受重大的挫折,就是陈纪唐造成了。 1932年7月,陈纪唐派他的警卫旅旅长陈汉光, 帅领三个团和特务营以及空军第二中的一个分队,共三千多人,赶到海南岛。 因为琼阳红军的迅速发展,使得陈纪唐极为的恐慌。 他一定要将红军的行星火种彻底的扑灭在海南岛上。 1932年8月1日,陈汉光旅在空军、琼阳警卫队各县民团、地方豪身反动武装的配合下, 对琼阳各苏区和红军开始了空前规模的围剿。 那么陈汉光的这个旅,是陈纪唐扩边军队时所编的直属第一集团军总部的部队, 武器比较精良,而且没有人数限制,可以任意扩边。 那么陈汉光也是陈纪唐的职子。 那么这个警卫旅呢,就是陈纪唐部队中的精锐部队。 这个陈汉光他所采取的围剿策略,是分进合击各个击破, 分兵向姆瑞山等地搜索前进,因为姆瑞山是当时琼阳红军的大本营。 这个时候琼阳宫东红军的武装力量,除了各区县乡苏外政府直接所属的地方侧卫队以外, 正规的武装就只有红军独立师王文字部和文明中外的娘子军,红色娘子军部。 当时红军独立师师部和红衣团300多人, 红二团约400人,红三团400人, 红军行营指挥部有600人, 那么还有其他就是赤卫队。 那么陈汉光吕对红军的围剿采取了军政并举, 剿辅兼尸的方针。 他在对红军赤卫队军事围剿的同时, 那么深入到海南各县、区、乡、须、镇进行了反共宣传, 同时修建碉堡,移民并村, 加强保甲制度,扩大地方的自卫力量, 强行推行武护联保联作法。 这个联斗法这么规定的, 一,不作匪,不计匪, 二,知情不报,同通匪者论罪, 三,探亲者早去武归, 为者以通匪论罪, 四,发现可疑男女, 立即报告甲保乡长, 否则同通匪论罪, 五,一户犯法,五户共同论处。 当然这里边匪就指的是我们的英勇的共同红军。 那么同时他还发出了瓦解和宣服的反共传单和标语。 那么他这个标语就说道, 出来投诚自信者不杀, 斜卸出来投诚自信者中赏, 全班全排全队, 斜卸投诚者量财录用。 那么对于陈汉光所实行的这种强大的军事政治双重攻势, 尽管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在中共穷压特委的领导下奋起抗击, 不怕牺牲。 但是因为力量悬殊, 遭受到了比较大的失败。 红军独立师第二团被陈汉光的部队包围在阳山、 郭如山一带, 击战了一个星期, 损失惨重, 仅有两百多人突围, 逃回了师部。 接着, 国民党军又集中力量向穷压特委等领导机关驻地, 穷东苏区进攻。 经过两天的战斗, 虽然给予国民党军队一定的杀伤, 但是因为敌众我寡, 而且国民党军队还有飞机配合, 红军独立师难以退离。 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 穷压特委、穷压等穷压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独立师第一团主力向姆瑞山撤退, 留下一部分红军和娘子军在原地活动, 开展游击战, 牵制敌人。 那么随着穷压特委和穷苏机关 及红军独立师退到姆瑞山之后, 陈朗光的部队又进驻到姆瑞山地区, 派重兵将姆瑞山重重包围起来, 企图在这里一举消灭红军独立师。 当时在每一个山头, 每一个峡谷都进行着舒子的战斗。 那么红军各路战士在师长王文字的率领下, 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 击退了国民党部队的一次又一次进攻, 但是经过半个月的残酷战斗, 包围圈越缩越小, 红军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 当时中共穷牙特委书记冯白鞠, 主持召开了特委紧急会议, 分析了敌我形势, 研究制定对策。 当时会议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就是与其死守姆瑞山, 郑纣敌人的下怀, 不如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 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 这样才能保住火种不灭。 最后决定由师长王文字, 政委冯国卿率领主力突围, 分散敌人, 冯白鞠率领特委, 穷苏机关和警卫分队一百多人, 仍然留在姆瑞山坚持斗争。 1933年1月, 红军独立师突围的战斗打响, 结果在突围的时候, 不巧被敌人发现。 一场突围和反突围的战斗全面展开, 一直坚持到了天亮。 但是因为敌众我寡, 除了师政委冯国卿率领几个人, 好不容易突围出去, 但是也在道德到达乐会县的疫苗村时, 被追上来的敌人重新包围, 全部壮烈牺牲。 师长王文字率领60多人冲出重围, 到达乐会县山区以后, 因为他患病不能走动, 那么因警卫员的叛变出卖而不幸被捕。 最后, 王文字大意凛然坚持不屈, 于同年7月在府城英勇就义。 师策务长郭天廷, 特委秘书林树勤, 也因为受伤被捕, 惨遭敌人杀害。 零星突围出去的人员, 只能流落到各地暂时隐蔽前, 红军的反围角斗争归于失败。 但是幸运的是, 冯白鞠所率领的特委和穷俗机关和警卫分队, 在母瑞山上坚持斗争, 坚持了下来。 这才有了后来, 穷牙的革命力量再次崛起, 后来为了解放海南岛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从穷牙红军的这一次重要失败, 我们可以看出来, 陈济棠在清剿自己辖区内的红军的时候, 也是不遗余力, 全力以赴。 并且和杨远泰、特国光, 他们所提出的方针基本一致, 都是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 而在陈济棠, 他们广东的北面, 也就是敏干这个方向上, 1932年的时候, 工农红军的发展迅速, 闽西地区一片红色, 那么越东一带的工农武装也大大活跃起来, 蒋介石调集重兵, 大举向江西苏区包围近破。 但是蒋介石当时有个企图, 就是说想要压力迫使红军进入到广东, 与陈济棠两败俱胜, 这样可以一举把两个敌人都一起收拾, 那么陈济棠也觉察到蒋介石的这个用意, 因此陈济棠在对付红军的时候, 对付敏干一带的红军, 向越东发展的这个形势下, 陈济棠所采取的策略, 是不打大仗, 但是我严防死守。 陈济棠根据当时的情况, 在越北干南还有闽西越东一带部署重兵, 将其新编的部队, 如独立旅独立团之类, 重新改编。 当时他把自己在惠州的独一旅黄润环部, 扩编为独立第一师, 这一个师全部都是客级的子弟兵。 上至各级指挥官, 下至士兵, 大都是敏越干交界边区的人, 他们的言语风俗习惯, 都和当地的人民相同。 他就把这样一支熟悉敏越边情况的部队, 派到那里去防守红军的扩张。 另外他还把闽西的著名的土匪中少回部, 编为新编独立第一旅, 归独一师指挥, 用这支当地的土匪的部队作为触角和开路前锋。 那么这个组合对于红军的发展阻力是很大的。 据当地民众回忆, 在当年, 这个土匪部队, 独一旅和红军的作战是最多的, 也是最频繁。 当时红军部队对这支土匪部队非常的头疼, 因为他们来自于当地, 而且很狡猾, 那么反共又很坚决, 所以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那么这支陈济堂的部队, 当时剿锋的政策, 依然是秉承着陈济堂的看法, 就是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 据后来一些揭秘的档案和资料可以看出来, 这支部队和红军之间, 并没有发生过太多的大规模的战斗, 但是小战斗始终不断。 他们日常的工作有三件事, 就是清香游击封锁。 清香就是通过当地的官僚, 地方豪身, 组织保甲和自卫队之类, 利用这些反动组织, 对付当年来自于乡村的革命力量。 同时自己也经常派一些小部队, 到周围的乡村, 配合着掳掠抢劫, 用他们的话说是游击对付游击。 但这种灵敲碎打有的时候并不是针对红军, 有的时候反而是祸害乡里。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采取步步为营, 逐步进破的封锁策略, 尤其是在接壤红军辖地的地方。 要碍之处, 密住碉堡, 设检查上, 凡民生日常用品, 如食盐, 五金, 棉花, 纱布, 药品等, 都不准运进红军的辖区。 这是人们不能违反的, 否则一经查获, 除将物资没收以外, 人扣押或者枪杀。 那么对于被抓捕的红军官兵, 以及帮助红军的老百姓, 陈体堂的部署也是采取残酷的镇压手的。 当时在上行西门外的大草坪, 是很多红军被捕官兵, 以及当地的地下党, 地下党员, 还有同情红军的群众, 英勇就义的地方。 但陈体堂, 他虽然对中国共产党在他的辖区之内发展组织, 发展力量, 严防死守, 但是对于在他辖区之外的中央红军, 以及中央苏区, 陈体堂并没有主动进攻。 他多次跟自己的部下说, 干难的红军是蒋介石的头号敌人, 也是我们的战略缓冲, 只要红军存在, 蒋介石是不会随便对付我们的, 所以只要红军存在一天, 我们就安全一天。 如果红军被蒋介石消灭或者打跑了, 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们的粤军。 因此在第四次和第五次围剿中, 陈体堂大体是按兵不动, 或者是应付差事一样, 让军队缓慢推进。 他甚至和红军一起联手, 赚钱。 这就谈起了一件事情, 就关于陈体堂和中央红军一起倒卖污旷。 干难的中央苏区啊, 我们都知道一说起, 红军老区都是地贫级, 老百姓穷苦。 但是在中央苏区有一个东西, 它盛产, 而且很值钱, 这就是乌矿沙。 乌是军事钢铁工业的骨骼, 乌可以制造枪械, 还有很多重要的军工产品。 除了军事用途, 乌的用途还十分的广泛。 但是这个呢, 是指的是工业上的用途, 在农业上, 乌没有任何的帮助。 那么中国是乌矿的大国, 也是世界出口的第一大国。 那么白乌矿的主要产地, 就是在干难中央苏区的江西大禹县。 我们不要老看很多史料里边, 或者是一些宣传里边讲到, 说当时中央苏区官兵一致, 军民一致, 共同渡过难关。 这是一种精神, 是一种值得歌颂的精神, 但是落到实处, 落在物质上, 落在物质上。 国民党的重重封锁, 再加上中央苏区的地理环境特点, 就造成当时苏区在经济上非常困难。 到了1931年的时候, 不要说布匹、药品、 枪支弹药等物资, 连日常用品, 包括像食盐都很难搞到。 据史料记载, 中央苏区的食盐价格变化是惊人的。 1932年夏天的时候, 食盐已经从美元10斤, 涨价到美元只能买7斤, 到1933年初的时候, 美元就只能买1斤。 没有盐不仅仅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同时对于红军将士来说, 盐分摄入不足, 体制也会明显地下降。 据黄克成的回忆, 当时兄弟部队见面时, 能向对方要一道一点盐, 就是很难得的收获。 周恩来当时也因为长期吃盐不足, 曾经晕倒过。 那么有了供求的不平衡, 自然就会有人。 冒着风险, 走私食盐进入苏区, 但是走私就意味着成本极高。 当时的中央苏区为了满足食盐, 以及其他日用生活品的供应, 不得不出高价来购买物资, 导致大洋几乎用尽。 到了1933年, 中央苏区的市场上再也见不到银元了, 市场上不得是以物易物。 那么就在这种危机时刻, 陈济堂找上门来了。 陈济堂和红军搭上了关系, 表示愿意100斤乌鲨卖52块银元的高价钱, 收购乌鲨。 所以在1931年春天, 红军就设立了公营铁山龙矿, 而龙乌矿, 公营铁山龙乌矿。 1932年春天,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这里成立了中华乌矿公司, 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国有的盈利型企业, 首任总经理胡功克, 后来是由红色苏维埃政权的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兼任总经理。 那么中华乌矿公司迅速的发展壮大, 规模横跨、余都、惠昌、泰河三个县, 包括两个公营的矿山, 五个生产合作社和一个洗沙厂, 共有三千五百多人。 当时陈体堂不仅愿意给钱, 还愿意给军用医疗品、通讯器材、军工设备, 甚至枪折弹药在内的所有物资。 总之是你的乌矿沙产多少, 我陈体堂就要多少。 为什么陈体堂这么大方呢? 因为就在1933年前后, 在华的德国商人秘密找到陈体堂。 因为德国人知道乌矿沙的价值所在, 所以他们急需购买大量的乌矿沙, 去帮助重建德国的国防军, 因此愿意高价购买。 那么陈体堂一件有高利可图, 当然就愿意了。 那么这笔乌矿沙的生意, 到底给红军带来了多大的一笔收入呢? 据数字统计, 1932年到1934年10月, 红军一共出口了7550吨乌矿沙, 获利620万银元的巨款。 那么这是一笔多么大的巨款呢? 我们以一个后面的例子, 就是当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苏区的时候, 徐海东慷慨的, 红25军的徐海东慷慨的借给 中央红军5000块大洋, 当然当时徐海东是直接就把这个大洋 放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不是借, 是给, 都是红军天下一家。 当时徐海东也只有7000块大洋, 那么把其中的5000块给了中央红军。 毛泽东毛主席继徐海东这份恩情尽了一辈子, 这就是5000块钱的救命钱。 那么乌矿沙620万银元, 这是多么大的一笔数。 这笔巨款养活了10万红军长达近三年的时间, 占苏区财政收入的七场。 没有这笔巨款, 中央红军就失去了可以抵抗国民党第四次, 第五次围剿的物质基础。 所以我们在不要忘记这些革命先烈, 这些红军将士, 不怕牺牺牲的英勇革命精神的同时, 也要清楚和客观的认识到, 打仗打的就是物质基础, 打的就是钱, 一定要有钱才能够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 才能赢得胜利。 那么陈地堂和红军合作, 靠乌矿沙赚了大钱, 那么后来两广事变其中有一个物质原因, 也是因为蒋介石要把地方乌矿的精英权, 拉回到中央政府的手里, 再加上红军长征离开了敏干地区, 这使得陈地堂的一个重要的收入被掐断了, 这也影响到他后来发动两广事变。 那么和红军做了乌纱的生意, 有了交情, 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位角失败, 走上长征的战略转移道路的时候, 陈地堂帮了中央红军一个忙。 1934年10月初, 中央红军主力决定进行战略转移, 但是从哪个方向突围吗? 当时中共中央就把目光放在了越北, 陈地堂当时任的是南陆军总司令, 一级陆军上将。 当然陈地堂就一直避免和红军硬碰硬, 展开主力的对决决战, 因为他知道如果这么做的话, 就中了蒋介石一石二鸟的计策。 那么陈地堂为了应付蒋介石, 就想出了一条妙计, 他召集他心腹将领开会, 就说我们一面慢吞吞的在红军的必经之地修造公事, 以免被蒋介石抓住把柄, 一面又不完成碉堡封锁线, 开放一条让红军吸尽的道路, 不拦头不斩腰指机尾, 专门从红军的后卫部队上做文章, 送客早走。 他觉得他这种安排, 就可以防止蒋介石把中央政府的手伸进广东, 达到保存他自己地盘的目的, 但这些事一定要由红军配合, 否则把红军放进来, 红军在他的家门口大打出手, 那他的计划就成了泡影。 所以他就想着和红军能不能进行一次谈判, 摸摸红军的底牌, 恰巧他的护兵中有人和红酒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内地相识, 而罗炳辉的内地当时正在广东做生意, 所以两边就搭上线, 陈济棠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信里边就说, 我准备派总参谋长杨又敏和黄志文、黄润桓三人为谈判代表, 你们最好派你们的粤干省军区司令员何昌公为总代表进行谈判。 1934年9月, 罗炳辉内地携带着陈济棠的密信就见到了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 在李克农的亲自陪同下, 他和周恩来朱德进行了秘密会晤, 然后把陈济棠的密函当面交给了周恩来。 这个时候中央红军和党农养也正希望能够在陈济棠这边找到一个突破口。 所以在接到陈济棠的密函以后, 周恩来和朱德马上就找到伯古和李德商议此事, 经过周恩来朱德固执的反复劝说, 那么伯古授权周恩来和朱德全权处理谈判事宜。 当时红军方面指定的全权代表就是何长弓和潘汉年。 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最能谈判, 谈判的技巧和才能最高的两个人。 那么潘汉年和何长弓就接受了任务, 与周恩来握手告别。 谈判的地点是江西省巡屋县罗唐镇镇, 当时陈济棠对消息严密封锁, 双方代表同住在一栋新建的二层小阳楼里, 红军代表住在楼上, 岳方代表住在楼下。 最终经过谈判,达成了五项协议, 这五项协议就是就地停战, 取消敌对局面, 互通情报, 解除封锁, 互相通商。 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后设后房, 建立医院, 必要时可以互相借到, 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济棠的部队, 陈济棠的部队撤离四十华里。 那么岳方代表杨永敏, 马上就赶回到广州, 向陈济棠汇报了谈判情况。 陈济棠大喜, 那么当时心中开心的陈济棠, 就说明天就可开始, 严不等紧俏物资, 一律放行, 弹药先拨给他们十万发, 做个大人情, 他们每多打死一个蒋介石的兵, 我们就相应的安全一份。 1934年10月10日晚, 当时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 陈济棠为了做给蒋介石看, 也为了防止红军在越北停留, 或者怕红军真的进入越北, 建立根据地, 所以, 频频地调兵遣将, 命令于汉谋派出两个师, 一路尾随红军, 把驻广州花县的警卫旅, 用火车和汽车, 集运越北的人化, 抢占沿途的各要点, 并且广注攻势, 把自己的行营也移至越北的曲江, 坐镇指挥。 但是陈济棠给一线部队明确的任务, 是保镜安民, 规定的战场纪律是, 敌不向我开枪不准射击, 敌不向我攻击不准出击, 陈济棠的警卫吕精锐部队, 为做到不与红军打仗, 还将忠孝团赋, 郭世怀等一些和共产党有仇的人, 借过留在了后方。 10月14日傍晚到18日的傍晚, 那么余都河, 这是长征路上遇到的第一道天险, 那么陈济棠按照秘密协议, 给红军让出了一条宽40华里的通道, 这使得红军顺利地突破了 蒋介石布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进入到越北南雄境内。 那么蒋介石得到消息以后, 命令陈济棠等人在越北组织第二道封锁线, 予以拦截, 陈济棠就命令部下在人化乐经如城附近设访, 但同时也下了命令, 让出红军西进的道路。 10月27日, 红军下达了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命令, 同样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 红军于11月4日又顺利地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 那么蒋介石马上就颁布了紧急独角的电令, 在第三道封锁线上修筑了数百座碉堡, 加强防堵。 那么红军这个时候也认真地执行了秘密协议, 不进入广东的府地, 只沿着越北西进, 这样一路上越军并没有给予红军顽强的阻截, 那么红军又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 那这个时候蒋介石就意识到他被陈济堂给算计了, 所以当时他给陈济堂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 电报这么说的, 此次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 不予劫击, 以我国民革命军之千秋万事之污点, 着际集中兵力27个团, 位于蓝山、嘉河、李武之间堵截, 以术前衍, 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一生。 那么陈济堂一看蒋介石发火, 就销毁了与红军谈判的文件记录, 命令叶赵、李汉魂和李渊球等师分头尾追红军进入湖南, 但他要求他的先头部队距离红军总有一二天的路程, 而且各部追至蓝山以后立即撤回到广东防区。 当时蒋介石的心腹, 侍从使的主任艳道纲, 就说陈济堂的这种追赌, 叫敲邦式的赌机, 送行式的追击。 那么陈济堂把红军送走了, 他的北面再没有中央红军对他的威胁, 而他也失去了他和蒋介石之间中央苏区的缓冲。 那么在对于堵截红军长征的这个事情上, 陈济堂做得过于明显, 这让蒋介石彻底认清了陈济堂这种地方割据的心理。 南方没有了红军这个心腹大患, 蒋介石就开始认真地考虑, 如何收复陈济堂这个南天王, 还有广西的新贵系, 这就导致后面的梁广事变。 那么下一集呢, 我给大家讲梁广事变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及梁广事变下台以后, 陈济堂后来的人生结局。 就做太好了。 好 加论视频! 感谢观看